刘若英导演《处女座哀告后来的我们中国》遭索赔3.1亿 刘若英的导演《处女座后来的我们中国》票房狂卖62亿元台币,是目前台湾导演最佳成绩,她也入围去年金马奖新导演奖,但今传出该片在中国被告不正当竞争,她与制片方都列入被告人名单。 微博署名《出评人不一翁》发文《刘若英介》后来的我们赚得的盆满满,有没有考虑到我们被侵权者的感受?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起诉了。 并附上多张截图显示提稿,后来的我们不正当竞争。 据法院官网的案件查询资讯显示,案件受理费为39万人民币,约175万元台币,案由为不正当纠纷,索赔金为7000万元人民币,约3.1亿元台币。 后来的我们官方微博署则发声明表示,武汉某公司的提告内容为布施指控重申该片是根据短篇小说过年回家改编的故事,智慧财产权上从未侵害任何其他个人或公司权益。 武汉某公司这一系列相关动作已构成设施诽谤,以采集相关证据,将即刻对其提告对于布施指控所造成的名誉损失,必追究其则。 武汉某公司